金沾火中以前開了 2公斤的金沾火燦 金黃的金沾火隨風由來由去 去陰不就UK真愛太火 UK新宅火害中 不但感覺心情鬆快 手中熱鬆氣 竟然熱鬆不停 大家都想要很感情這美麗的景象 永遠留下來做紀念 嗯 漂亮 花朵 有沒有看過這麼漂亮 第一次來嗎 喜不喜歡這裡 喜歡 網路上有看到 想說這邊以前只有絲瓜 第一次聽到說這邊有金沾花 所以帶媽媽過來看 那覺得呢 還不錯 對啊 因為中部可以看到金沾花的地方不多 農民表示 今年這季比較慢 高雄先後經過修拉和天平涼的風態 尚順的金沾火燦在大家幫忙下的等會 金沾火目前已經完全勝負 也因為這些志工熱心的投入農村的復健的過程當中 讓金沾花不會受到很大的損傷 最主要就是因為今年的節氣比較晚 所以它晚了將近半個月 所以從現在開始一直到九月底 這些金沾花都還是綻放 這位農民嘴一直在四十年 主要是不讓我們UK欠缺公得心 為了讓國地來UK可以發興聖火 農民台方開放金沾火產給UK進入 方向來經幾個月幾條報道 方便UK接近金沾火 只是不讓UK只顧自己 可以接近聖火協助 像這位先生 腳就直接待在金沾火面頂 幾張金沾火就這樣給它打牌了 淹水天災都沒問題 但是遊客一進來沒有公德性 一踩就踩爛了 遊客不能任意的踩踏金沾園 會讓金沾花再損傷 所以我們有規劃三條 就是在金沾園內規劃 那個遊客可以自由欣賞的路線 那也讓遊客可以盡興的晚 盡興的拍照進行的賞花 那又不會去傷害到金沾花 所以希望遊客能夠遵守我們規劃的路線 農民表示 金沾火這樣以後可以維持到九月底 他們非常歡迎UK來這裡欣賞金沾火 只是希望UK也能替他們的生計設想 在幾個步道上巡迴 千萬五湯輸出的金融火產裡面 因為這些金沾火都要再採收 UK為了方便自己有最好的巡迴角度 但是卻會將金沾打牌 也造成他們火本沒結 接著王朝聖柴方報道 請來這裡接著王朝聖柴方 你不願意來這裡 我也認識市場 希望現在可以當地攫火